今天我們夥伴們都表現得非常好 不管是畫重點的新聞挑戰 或者是五個W一個H的連線挑戰 大家都展現了小小主播跟小小記者的潛力了 而在今天的過程當中呢 主要有幾個點還想提點給所有的同學們 主要就是告訴大家在面對鏡頭的時候 記得你的瞳孔會說話 記得你眼神的這個感染力跟傳達力 而站在鏡頭面前呢 也要掌握好自己的儀態抬頭挺胸 而更重要的是外在準備好之後 內在要抓緊五個W一個H的秘訣 把你的故事說好說滿 並且也說得動聽 因為在未來呢 就是一個社群的時代了 人人都要成為說故事的大師 能夠訴說自己的故事 也繼續大家回家之後多多練習 展現最好的自己 哈囉我是浩亭老師 非常高興今天在黑暗對話溝通表達音遇到大家 看到大家因為小小的夢想而越來越勇敢 我也鼓勵您 未來需要具備兩個條件 膽識與獲達 面對別人的批評 討論 甚至是建議 你要有接受的獲達的勇氣 那麼再來膽識呢 面對要下決定的時候 你要有膽識 不要害怕做錯決定 希望你在實踐夢想的路上 越來越勇敢 有越來越多的練習 累積自信 我們下次見